我现在玩了一个贵族 因为我有一个车夫 专业车夫 这车夫贼贵 下次不要坐了 就是骗我这种傻姑娘 不 和服的话呢我会去日本体验的 但是我应该不会将和服 放在自己的家中 对 这个服饰不行 可以买他们的手办 但是这种不行 我愿意在家里面放无数条汉服 不可以不可以 不想 但是如果要cosplay里面有 带小和服的那种 你们可能不能讲我 如果有cosplay里面有和服 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在这个地方 然后有一帮 这个 有一帮高中生还是中学生 说 Kawai 对着我说 前面还加了一个什么Kawai 这里真的很漂亮 你知道 你知道漂亮到连视频 它都没有办法显现出来的那种漂亮 你知道吧 我用美颜相机拍的那么好看 你想一想吧 那个天空得多好看 是很可爱呀 是很可爱呀 真的很可爱 你看这个视频里面的我真的很可爱 这是真的可爱 只是当时开了一个树脸 要是没开美元就好了 我真的在疯狂自恋 我不骗大家 今天直播超时了 那是应该了 今天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呢 开心 我走在这条小街上面 玩了一个开心 然后今天也体验了一天的 合幅的几个体验法 甚至初体验 觉得非常的耐心 如果说大家要来 就会 你会 你会 日本的话 一定要尝试 日本挺安全的 不持枪 皆安全 这个是吃牛舌的那个 我在直播 我就没有播出来了 这都是我没有直播的画面 没发现吗 我应该是适合卷发的人 现在我们来体验一下日本的这个按摩 比中国怎么样 不知道 没有深入的了解过 但应该还行吧 中国韩国 这个日本应该 治安感觉 亚洲的治安海航都还可以 摸一下 感觉跟中式很像 这个呢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好 这个床子在 啊 带了一天的 好辛苦 好辛苦 真的日式的合幅 这个时候 注意这个动作 我将我的礼物放在了那个后面 后面那个白色的是我的礼物 好 谢谢一只200斤的胖子的飞肝 下一次我还是会去日本给大家直播的 单人行 舒适 我先舒舒服服的 你准备了 对 我准备了 你看我们在讲一些不知道 这是我们的交流过程 我真的好不想让你们知道我的交流过程 换一个 谢谢飞机 场景好舒服 这是坐那个 坐那个公交车 OK 这里 对 对 对我晚上我坐公交车离开京都 大门的路上 在这个公交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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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 在这个公交车上 在这个公交车上 我每天都能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